這次大部分是盡量不變 因為跟就是 我也覺得盡量沒有變 對 因為這次也跟 合作的單位公司音樂玩水的 就是製作人溝通過 然後也跟樂隊老師 包括音樂總監溝通過 我們會在我自己的唱腔部分 跟一些詛咒樂器的部分 他Solo的部分做一些小小的變化 但是整首 整個歌曲的原曲的編曲 我們沒有做大部分的感受 速度也沒有用 那我們要來唱最難唱的歌 最難唱的歌 就還沒有唱的歌裡面 有覺得很難唱的嗎 我覺得最難唱的 對我來講應該是 維二的國語歌曲裡面 其中的一首 就是隆老師寫的作品 永遠不回頭 這首歌最近好像在 今年2011年有一點 有一點翻紅就對了 這首歌很湊巧 其實我當初發想要把這首歌 收錄在這次的翻唱專輯裡面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就把他拍了一部電影 然後他裡面也會收錄 你們不知嗎? 我個人不知道 你更不知 你在同一年還要唱兩遍這個歌 對沒錯 這個事情發生的太巧 要跟大家講一下那個版本在哪裡 那個版本是在某一個電視台的就是 八點檔連續劇 也不算八點檔 算假日的 那算我相聚嗎 anyway 新兵日記 不是不是 連陣英雄 連陣英雄的主題曲 對對對 後來是他們高層選的 一定要這個歌 又選了這個 對對對 就很巧 那是你獨唱嗎 對獨唱 因為在這裡面不是你獨唱 因為在這裡面我本來設定的就是 當年雖然我玩搖滾樂 因為大分接觸的是夕陽歌 但是有一些 我覺得很棒的 柏宇的搖滾歌曲 是當年我自己 本來很自負的認為 柏宇歌都不好 柏宇歌都不夠搖滾 但是因為參加熱音賽之後 很多人冒出頭像這些前輩們 像以生 像東方快車的姚可傑大哥 然後像王傑 台正肖 他們其實唱了很多很好的歌 包括像這首歌 其實我當時就一直覺得 當年好像只有在電影裡面出現 而這樣的組合 當年這樣的組合 好像也沒有在其他的場合裡面 真的唱過這個歌 就是上節目的時候 可能有唱過這樣而已 我那個時候就一直在想 這首歌對我當年的樂團生涯 學生樂團生涯有影響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這麼好的歌為什麼沒有人翻 這麼多年來 因為很難唱啊 這是一點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意義變得更重大了 因為你要再把當年的原唱找回來 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而且 找來了一個 對 找來了一個 然後 就像剛剛跟弄老師 還有跟大家分享的 我覺得 很多人就會去質疑 你能不能超越原唱這樣一件事情 所以那個壓力其實是很大 而且這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對 因為是國語的嘛 對 所以 找到姚可杰 卓逸峰也是Rocker 但是有一個人我不認得 我的 我的好兄弟也是我現在的工作夥伴 羅永昌 羅永昌 對 他出道比我早 他獨立樂團的時候就發過片 他也是樂團主唱 對 好 但我現在沒有要叫你唱這首 哈哈哈哈 因為現在 現在你只有一個人啊 還是你很想唱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不要我不要聽你唱 好 因為這是您寫的 所以不要我唱嗎 對 因為這張主要是英文專輯 對對對 然後加了兩首國語歌嘛 對不對 我想聽英文的 好 對啊你挑一首 我挑一首 我覺得 對我來講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楊佩安曾經翻唱過一首英文歌 還改天了中文詞 對 但一直沒有辦法發表 這輩子可能都沒辦法發表 對 算了 所以你們聽不到 厲害的 可是當 那是當年你的音域喔 對 現在說不定有一點 現在其實很難了 很難 而且當年說實話 那個時候也是花了六個小時把它錄完 對啊 就分段錄啊 所以有時候錄音要趁早 對 就不管唱片好不好賣啦 有機會錄音 我覺得佩安真的要再多錄一點 track下來 我知道 因為這個時代有時候現場當然是一個現場的感覺 對 可是有些聲音 過去了就過去了 對 這是事實啊 因為 到了40歲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的身體會告訴你 不是只有聲音而已 時間到了連老華都開始出現了 對 因為我最近常常會聽到一些資深歌手 偶爾 對 對 對 有時候我就會覺得有點遺憾 實不我遺憾 好你要唱哪一首 我可能會跳Basefully吧 因為這個歌其實是 重複出現在我曾經發發行過的作品裡面 我之前的就是 Ten Thousand Thanks裡面也有收入這個歌 你幹嘛那麼愛他 當年沒有想到 後來才發現這個歌 其實 其實有點在跳回 剛剛回應 那種老實講 也不是覺得這首歌最容易 是這首歌最能夠讓我 在前奏想起的時候 就投入這首歌 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 他描寫的就是 當年Journey他們在 在巡迴Tour的時候 他的Keyboard的時候 寫給他家人 寫給他老婆的歌 那我覺得 主唱Steve Perry唱起來很有感情 我當年還小的時候不懂 就覺得 這主唱聲音很髒 唱歌很難聽 我當年的團長叫我練的時候 我就一副很不屑的樣子 可是我沒有想到 當年那麼不屑 當年那麼鄙視的聲音跟歌曲 他變成是我之後人生的寫照 我後來在POP12、3年 其實也是跑來跑去 那現在當歌手 我也是常常飛來飛去 我跟家人跟老婆相聚的時間 其實很短 還有小狗 對對對 現在又多了一支 所以其實 我覺得感觸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樣的歌曲 其實當初這個歌單 但我還是把它列入Final歌單的時候 執行長又有問我 你確定嗎 我說我確定 因為我覺得 就是還是要說真話 因為這個歌如果真的影響我那麼多 對 那我如果有機會收錄的話 我就不希望放棄 對這麼暗 對 好我們來聽Basefu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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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Be asleep 所以老婆也是真的這種心情嗎? 會覺得對他虧欠很多啦 所以你會忠心的 對啊 老師好像很懷疑的 沒有,所以你都一直把狗丟給他嗎? 想到這個我就覺得很難過 其實也沒有把狗丟給他啦 因為你都不在啊,你就只有派狗去 看他聯絡 所以有些時候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虧欠跟 我不知道能不能用悲哀來形容 沒關係,要有拿錢回家就好了 不不,這個差很多 開玩笑 這其實不一樣 因為現在多了另外一個小狗才剛滿八個月 然後或許在生活上帶給他很多就是新的歡樂 因為有小狗 因為之前的狗狗是領養來的 不是從小養的 不是從小養的 感情可能 就是你沒有看小狗從小長大 你沒有 情感就會更深了 對 然後他就會覺得自己帶大 自己的小孩那樣的感覺 或許有讓他稍微在生活上有一點點 額外的重心 但是 就像老師講的 你會覺得 用這樣的方式去彌補 就是跟他之間就是聚少離多量的空缺是對的嗎 其實這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裡面 這個問號一直在我的腦海裡面 然後我常常飛來飛去 我問他要不要去 他也不想去 因為去都是工作 而且沒有什麼好玩的 對 那他不去 我得飛去 那變成多了一隻小狗狗 是他生活上的負擔 有了狗他又更不能去了 對啊 循環了 對 所以就變成是有些時候 你會 你會遇到一些 你不知道該怎麼面對跟解決的問題 常常會自己跟自己糾結 然後有些時候也難免就是 他也會有一些情緒 一定都會有 對 可是你有沒有田可以種 有田就回家種田了 現在種田也賣不好 是是是 而且要去抗議 對 好還是很高興啊 就是排除萬難嘛 嗯 自己策劃選曲製作了這一張 年少時期的 西安歌曲的記憶 我相信也是很多的聽眾觀眾 很熱愛的一些曲目嘛 是 當然有一兩首我是不知道的啦 因為我沒有那麼愛 這種熱愛搖滾 所以有些歌我並不熟 可是大家還是蠻多我知道的 嗯 我就覺得陪安做電視還是蠻有勇氣的 因為這不是說 試到 唱片試到很好的時候 歌手都會想要試著唱一些英文歌嘛 對 就算英文有時候沒有那麼好也要唱嘛 就是一種副產品 可是現在 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對 你只要出張英文專輯 對不對 你是要很有想法 很有目的 很有激情 才能做到的 其實我運氣 我運氣算蠻好的 因為 後來唱片公司也支持 所以 然後又遇到一個很好的合作對象 公共電視 然後 然後 能夠做 那雖然 說實話 就是銷售量很差 但是 比你國語專輯差很多 差多了 差多了 然後我自己會覺得 我會把這樣的結果算在我自己的頭上 因為這個音 因為這個音是我中的 那我之後就會去思考一個比較更嚴肅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能就是我下山專輯我可能不只是製作自己製作而已 我可能還要自己打算自己出資 就是製作費也要自己出 因為我覺得我不應該再增加公司的孤單 到了這樣的年紀 而且目前的經濟能力我覺得也還OK 而且我不打算敢做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下山專輯 我還要走這樣的路線嗎 因為可能一般人認為楊培安就是一個勵志歌手 我相信的楊培安 那這樣路線的楊培安 雖然是最真實的楊培安 可是不見得真正認識 或者已經接受楊培安的人 他能夠接受這個模式的楊培安 這是我下一步要走的時候 我必須要思考的一個路線 然後再來就是 我還要發實體唱片 這也是我現在在思索的另外一個問題 三座大山 很在眼前 其實都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我相信是很多現在的實力派歌手 都得面對著大山 如果沒有一個公司老闆突然很愛你 就把你簽了 然後去運用你賺很多經濟的錢的話 可能都得思考這三個問題吧 對 好吧 那我們節目要結束了 好 我沒辦法在這邊給你 或給你任何一個答案 我們只能夠請大家 不管是喜歡這些楊培安的 或喜歡楊培安的 還是要來欣賞他另外一個 噁心力寫的作品 謝謝 Those years 謝謝佩安 謝老師 也許會單身 讓我來盟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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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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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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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ar